文旅内卷新高度 非以美食终于来了 见过的没见过的 好吃好玩 让人眼花缭乱 四天喜题八个热搜 四场直播超千万观众 于敏洪推荐非以村厨大赛的话题 更是直接问鼎热搜第一 这个由湖南广电锋芒策划的全国首当以村厨为主题的 将从文化美食节村厨大赛妥妥的引爆全网 2024年1月底开始 从海选片区赛 附加赛的172支队伍 到最后的春节初三到初七决赛的60支队伍 现在严选出来的各地百民村厨已经迟少以待 通过乡村美食非以传承的民俗表演 比如毛骨丝 五股 同龄舞 白手舞 竹鞭等等 打造一场好吃好玩的非以美食文化大舞台 为自家文旅上分 首站定在湘西宝镜 这里是沈从文人生出发的第一站 也是中国伯乐树枝乡非以村厨大赛 将通过视频等方式让全国网友看到湘西宝藏秘境的宝镜美景 体验宝镜特色橙艳 特色茶艳 宝镜米粉 酸鱼 包裹酸等特色美食 揭秘每个美食背后浓浓的香愁故事 助力当地产业的发展 更惊喜的是 从初三到初六 每天都有烟花秀 每天还有惊喜嘉宾参与 初三 刘一伟 彭清凌都来了 初四 主持人王维念和陈明辩论上了 驻各种沈从文的京剧打卡装置亮相 初六 中国香港食神团队来了 咱们就说一整个期待住了 他说你的家乡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咱们就说一整个期待